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很高興今天坐在這裏 有機會近距離接觸 過去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六 太多人了 我是覺得有機會近距離接觸 大家能夠對話是一個難得的機會 而今晚大家在這個時候 仍然坐在這裏支持這個運動 更加難而可貴 這些就是真心 我不是說我家人不是真心 你知道很多人把我說的東西很容易扭曲 你們是很堅持的 這件事也是過去一直這麼多年 我在香港爭取言論自由的動力 所以很感謝大家 今晚我來 不要誤會 阿牛做電台是很厲害的 所以他應該做人民電台台獎 他說我下來 大陸提醒你現在是非法廣播 我不介意 這是非法電台 不是 你少探討一下 阿Q仔你有事可不可以不要提我 我當不知道 我講事實 那我就走了 我不能害你 你講了就馬上走 我只講了就馬上走 牛哥 牛哥 阿牛哥 你可不介意你停止非法廣播 你說是就行了 我只要賣影片播就行了 阿牛哥 阿牛TV播就行了 阿牛哥 阿牛哥 你可不可以停止佔用來 但是不播 誰呢 因為我坐在這裏 哈哈 我告訴你 現在我的故事都是非法廣播 我叫他停了 他說停了 他說停了 還有在臨頭 大家看到了 很多證人的樓盤 是 是 我問了他 他說快的 說完了 這些 如果被人拘捕 就拘捕他們 就可以了 不要拘捕我 我只是說牛哥很厲害 即是說我下來 要跟… 我剛剛駕車說 我要跟Q仔片 絕對不會 我一下來是支持Q仔 我是真心來支持Q仔 我結婚25年 我認識了Q仔25年 Q仔… 你不要請我喝 過去… 一直… 那時候你不是很熟 那時候不是很熟 但我認識了25年 過去Q仔在過去25年 不要說誰是老闆 誰是伙計 我們是並肩作詞 所以如果當Q仔 放東西上Facebook 說大班沒有信念 我認為他會打錯字 因為今天很多人都煩我 每個人都打電話 我說Q仔動我 我說Q仔動我 他每天都動我 不過看完之後 我覺得他寫錯了 我覺得嚴重了 如果真的有寫 我希望他收回 他說 鄭經漢沒有信念 對群眾沒有信心 這兩點是錯的 如果Q仔一個 大家對他這麼尊敬的人 我又這麼尊敬 互相尊敬 互相欣賞的人 他怎麼會跟一個沒有信念的人 走在一起25年呢 如果這樣說Q仔 就在騙人 要不就騙了25年 終於今天才知道 這個我亦都希望 不是這樣的事了 第二樣東西 你說我對群眾沒有信心 又是錯的 我只不過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可以說我對自己沒有信心 你不可以說我沒有信念 你不可以說我沒有信心 你不可以說我沒有信心 Q仔 事可殺不可用 今天我破產好 今天我還要打開場仗 就是我不叫誰侮辱我 Q仔麻煩你收回 好 我願意收回 我為什麼沒有信心 是對社會那種冷漠的 我是失望的 其實我真的打算 再申請移民回加拿大 但是因為 就是因為我對群眾仍然有信心 是支持我們的聽眾 我撐到今天 是我真的看到DBC是有勤促基礎的 我不管其他團體 我做人也很簡單 Q仔可以做席 八九六四 如果不是我一次的店頭 就不會有支聯會的成立 到今天 我仍然是支聯會的創辦人 好多人不知道 我亦不怕認認 你們上去公司註冊處支聯會 有限公司四個坐在 我是其中一個 我站在一起 你當然知道 哈哈哈哈 我這麼多年 封咪被人封了七次 今次第八次 我入過醫院 命都差不多沒有了 今天我為何仍然坐在這裏 我絕對有機會 如果我不是有一個信念 要不就不在 要不今天我做了特首 和梁振英 我的機會是多過她的 是 94年共產黨想委任我做政協 我耍手劍零頭 我的理由都很簡單 Q仔都知道 我說我不會說普通話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聽過人說 我不懂普通話 不做政協 如果八九之後 我好像其他梁振英這樣的人 走回大陸 什麼時候輪到梁振英 今天做地下黨員 我要做地下黨員 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已經做了 不輪到她做 我在加拿大是左仔 我見過周恩來 很多人不知道 我那時候 你留在大陸 統治部跟我說 你回加拿大 你留在海外 對國家的貢獻更大 但幸好我真的離開了 不可能現在做了副總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不是 如果當年回去 如果被人鬥鬥完 真的沒有笑話 有什麼出奇 不然就做了首富 哈哈 不然我不是要說這些東西 盈力 我只是說 我是一個有信念的人 很多人不知道我過去 他仔知道一些 不是太多 一半左右 但是起碼一件事 那個信念就支持到我今天 很多人不明白 到今天 仍然在說同一句說話 包括他嬌仔在內 但是我不跟他爭 我尊重言論自由 也尊重每個人 有不同的意見 嬌仔有他的意見 我有我的意見 嬌仔有我的處境 我有我的處境 今天我面對的就是 一連串的訴訟 我面對的就是 如何維持DBC的廣播 我要去對的不是群眾 我要面對政府的機器 我要面對法庭 我要面對對方的 不停的法律滋擾 我不可以說 你叫我絕食 用什麼 如果我在這裡絕食 那誰去搞DBC的事 我們進醫院 本來明天進醫院 都取消了 我是不是可以很簡單 一星期就走出來 說我絕食很容易 用什麼絕食 我支持你 不行 我支持你 不行 不可以 但是不是這個時候 DBC 這件事是未完 還有兩個機會 如果大家支持我們的 星期五 立法會聆訊 我是會出席的 好 跟著呢 星期五下午 我們是要出庭的 就著了接管令 所以你問我 怎樣可以絕食 第一 星期五在立法會 大家一定要在立法會門口 不是在這裡 看著議員進去開會 見證的議員 在就著DBC的表態 你要給他們壓力 包括民主派的議員 民主派議員 在中間不分 我不怕得罪他們 因為我都豁出去了 因為莫乃光 有機會見到梁振英 為什麼不跟他討論DBC的問題 這個莫乃光 早兩天上電台 不知所謂 他說我不想 他不認同 政府應該介入DBC 他連中文都不懂 介入 他說介入是不對 應該處理 你說 你說政府不應該干預DBC 我同意 政府不介入 如何處理 一個不懂中文的人 就不知所謂教人中文 這些就是語言藝術 作為一個民主派議員 入了議會 剛剛宣誓了幾人 就已經學了語言藝術 我怎能相信他 所以 所以 有些人有意見 我認為沒有意見 因為看完莫乃光的表現 我覺得 我覺得英文應該做主席 我看到我下來撐嬌仔 我不是為了叫他收回那幾句 很簡單 很簡單 他一定會收回我 我知道 我下來撐的原因 是嬌仔 就有他那種勇氣 我沒有 我撐死一步大海 我叫他老婆回加拿大 叫他逃回加拿大 死了就算了 我 我不死 我怕死 我死過 嬌仔 是我見這麼多人 今時今日 夠膽 公開批評人民力量 夠膽挑戰蕭若元的人 不理他對不對 我可以告訴你 我沒有這樣的勇氣 因為我不想他們苟前不清 大佬阿慈都上身 很嚴重 很嚴重 昨天又在網上罵我 好像說 我本來不看 都看了 我又不知道他罵我什麼 他現在撞了我膽 我夠膽說 他大舊走出來說 說兩句不喜歡 節目主持人叫做干預嗎 我舊有很多傳媒我不喜歡 我舊經常說 這是什麼廢話 然後是很厲害的 又是語言藝術 不過我們要召開一個 特別調查委員會 大佬 好啊 說回人話吧 我真的很討厭 因為我對人沒有信心 就是這個原因 一些並肩作戰幾十年的人 人是可以變的 但是Q仔沒有變 仍然是我25年前認識的Q仔 仍然這麼傻居 仍然這麼負責 但是這個就是真摯 這個就是DBC的精神 我尊重他就是這個真摯 我下去支持他就是這個真摯 他夠膽做的事 但是我不想他就是Q仔 我坐在身邊 我拆了你 他們不敢拿來我拿來 不過他沒有東西跟我變 因為我不想他去哪裡 沒有東西變 因為大家想的東西差不多 不過他東西仍然是真 其實有什麼好拍的 沒有啊 假假地 星期日那晚 完了之後 我們下去 就是和海琪 阿芝君 阿Kitty 下去這個宵夜 在這個總統講序話 我就叫他宵夜圓 一人打招呼 有什麼問題呢 不是 各個好像你那樣 判死無大海 有些人怕死 有些人怕死 怕死 殺了我 我們不要說這件事 因為這裏我都知道 大家有不同的政治理念 這裏也有蕭先生的支持者 也有蕭先生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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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也不需要將這件事 搞分化 現在香港社會 我們最重要是團結 DBC也是團結 爭取言論自由 就是這件事 我和阿昭仔說一件事 你們怎麼說不重要 我禮拜是搞歡樂今宵 So what 你們不喜歡不重要 這世界很難令到每一個人都滿意 耶穌也做不到 否則全世界只有一個基督教 怎麼那麼多教呢 對不對 滿天神佛 沒有可能盡如人意 雖然大家都說道人看善 道人看善都分幾十派 基督教自己都幾百派 所以一件事就是 我作為一個電台 DBC那天搞的事 我對聽眾 亦都很難跟我說很好 當然亦都有人說不好 做人最重要是問心無愧 那就夠了 我今天我來的目的 就是想跟大家交代一件事 如果大家記得的話 在2004年我入立法會 我有一個秘密要說 小小人獨家披露 阿牛你快得了 我當你沒有非法廣播 阿牛你快得了 阿牛你快得了 這件事的 後來包括閒姐在內 後來被合難收回 我反對領會上市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到領會上市 之後我說有幾個問題會出現 一 是什麼 交貴租 交貴租 令到所有的家爺仔生意 會失去 我 第二 是會剝削勞工 第三 是賤賣 第四 接著他會賺錢 但我亦都說了 如果 當然要違反科學條例 第四條A 如果你讓他上市之後 便會失控 今天便會失控 想上市之後 那些人走來找我 到達後 那些人醒覺 隔了很多年 但那些領會 你搞定他 你出來我搞什麼 你讓他們上市 問我 真的收回 買回來 買不行 我解釋為何不行 我講給他們 為何不行 買回領會 第一 將我們的公帑 就是要億一群不投資者 第二 正宗買回來之後 是否可以補證交 10元租一呎 如果是不會租給誰 我想個個都會舉手 去租套中間營 玩一下 擠東西是抵抵 晚上睡也抵抵 不用再睡 剛好做劏房 沒可能 這是經濟力 行不通 所以我做事就是這樣的 等於今天DBC一樣 我稍後再講個領會秘密 給大家聽 等於DBC一樣 DBC我在電台講了 我在過去的三天都講 我只是一個播種人 我將DBC的種子埋在地上 是需要人家去灌溉 需要遍地開花 需要每一個市民站出來 去爭取自己的言論自由 不是我的責任 對不起 我沒有這樣的能耐 Q仔也沒有這樣的能耐 不過Q仔以為他怎樣 我讀恭喜他 我支持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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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每一個市民自己去做 但不要跟國民教育比 國民教育是一個 現在沒有英雄沒有領袖的時代 國民教育 你不要以為學民思潮很厲害 不要以為陳景輝很厲害 對不起 是那些家長 是因為香港地 那些房子不在櫃 貧富懸殊 什麼都被你們玩了 夠了 沒有玩過那條鱗 這些家長只會站出來 如果我們香港市民知道 言論自由是重要的 他們自己會站出來 沒有人可以搞得起 我搞不起 對不起 我也不相信有任何人搞得起 這個可能Q仔說我對群眾沒有信心 其中一件事 言論自由很重要 DBC倒閉 有一天就好像新加坡以前那樣 現在新加坡好很多 你知道新加坡以前嗎 你想坐的士 你跟他的士都說兩句 新加坡不對 他都不敢回答 大陸以前都是這樣 現在當然好像很瘋了 香港會走回頭 我們會走回頭的 大班都倒閉 DBC倒閉 下一個 一路一路這樣下去 下一個下去 就是我們經常讀 言論自由那些金句 到你那時候 你一天走出來罵 就應大炮症 拘捕了你 你試試那時候 早二十年前 走去新加坡 說你說一句不對 你都死了 你們是否想香港是這樣 這就是香港人的責任 我沒有了那個責任 我一站就說 DBC就是一個人 打給你看 我做到最後的一天 我不知道他們怎樣玩我 玩我最後的一天 我剛才說過 星期五的立法會 對DBC的聆訊 是其中一個機會 大家要出力 另外一個 當DBC倒閉的時候 可能就是喚醒很多人 到時人們會站出來 不用我去絕食 到時我的絕食 是否更加值得 是否要禮拜天 我居居真的絕食 做事有策略 不是只有講字 我是有責任的 我說了一億五千萬的投資 一個七個頻道的電台 有百多個員工 還有一班花了很多錢 去開發收音機的廠商 這些人我不用照顧他們 就是海外聽眾 我是不是這樣說 絕食有甚麼意思 多好 絕食就躺在那裡 有甚麼意思 我反正都想減肥的 有甚麼意思 絕食是很容易的 大喊大叫很容易 但我不是那種人 對不起 如果Q仔也好 誰對我一種期望 對不起我會令你失望 我真的做好自己的工作 還有一件事 DBC不會搞得起群眾運動 因為DBC始終是一個商業機構 始終大班都是一個商人 這麼多利益關係 如果將DBC搞群眾運動 你是被毛主席講的反動派 就會出來攻擊你 大班都很慘 你知道甚麼就是Q仔說了 甚麼是布袋針 甚麼支持唐英年 那都是廢話來的 2000 大家聽到那頂帶 我不說那頂帶 是去年 2011年 好像是5月 我上Facebook看到 那時選特首沒有 特首今年選的 20012年 特首今年選的 那頂帶是2011年 聽回去再聽一下給大家 但我不能說你們可以聽的 明天大班在那裏說甚麼 不幫得誰說 誰照顧回聽 那些人選擇失衷 那些人已經對是非的黑白分不清楚 而且大班太髒了 不要把大班去 污足了保護支持言論自由的運動 所以沒有DBC的成份在那裏 沒有大班的成份在那裏 這個運動才能搞得起 最好是大班死了 DBC撿起來 就更加搞得起 所以我認為 從今天開始大家不用支持DBC 你要支持的就是言論自由 就是這麼簡單的 哪個人是因為私人恩怨的 好像Q仔那些那樣 我現在講他了 說因為我們星期日 星期六、星期五 搞群眾運動搞得不好 你星期五就走了 現在我就不支持群眾運動了 對不起 你去什麼這件事 關我什麼事 是不好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要不要殺頭謝罪 不需要的 我只要知道我自己做的事 我在做甚麼 我知道我做的事 是保障香港言論自由 為香港言論自由盡一分力 就夠了 我對我自己民心和愧 這就是我今天走下來上港元 因為大家都是死鴨派 今天坐下來都是死鴨派 我更加要跟大家解釋 我不是一個逃兵 但我有我的責任 我有我的任務 我對我家人有責任 我對我朋友有責任 我對我們的聽眾有責任 我對DBC同事更加有責任 DBC是一個大家庭 到這個家要分家了 要散的時候 各散東西 Q仔說要做網 我恭喜他 我支持他 雖然他不需要 我說我永遠都會支持他 你做什麼我支持你 哪個同事 Q仔又可以做正 在早一個月兩個月之前 我已經跟同事說 我說公司沒有糧出的了 公司有這樣的問題 如果你們找到工作 你走吧 我支持你的 不需要有back feeling 我支持你 你要找工作的話 我幫你找完 不要說社工介紹上不簡單 這就是我做人的原則 到今天你要走當然快點走 大佬 什麼什麼走得多 雖然這個網堂 我都不會說髒話的 真是XX走得多 就走 不需要有怨言 大家亦都不要怪這些人 不過有兩個人學我 幫他們澄清 因為Q仔又不點名字 你知道Q仔很多時候 點名字 有時候是不盡不實的 他說阿通 他說梁繼章要開網頁 阿通和梁繼章 就托我跟大家說 他一直都會跟著我 他說麻煩你告訴大佬 他說他開過Facebook 是用來跟他的警眾繼續聯絡 梁繼章就是搬到架子 你看到的 我讀給你聽 我不是我怎麼知道 我讀給你聽 你不要說別人 如果有人有不同的說法 上Facebook 向世界宣布不可作出來 我讀給你聽 有時候你做人就不要信一面之前 我不想討論一個人 阿通你幹什麼 我讀給你開個月不行 大班 這個是通說的 魔記好 我是阿通 小弟想澄清 Q爺今天在FB提及我開收費網站 絕無此事 小弟指示開了個人Facebook 與一班DBC支持者及通粉保持聯繫 相信我及一班同事 以跟定你 代DBC復明的一天 說跟你們到新平台再戰江湖去 謝謝 我行到你正宗 得知你江湖去 捉一切 我很痛 然後我怎麼回覆都說了 不要緊 我說 我不懂大家中文 但是英文快點 我便說 and I know I have your back and let's talk tomorrow 我便多謝阿通 我知道你幾時要支持我 明天和你談 阿通便說 收到大班 我要學阿通 我和女友在市交 同家兩天 如果有需要 可在後天找小弟 謝謝大班晚安 我不是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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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說任何人 開過網 我不是怪你 任何人 有些人 他們是不會的 有時你言者無心 有聽者介意 不需要澄清 我只是幫他澄清 我只是幫他澄清 兩個人怎麼說 我就怎麼說 因為他說你講他什麼 他叫我幫他講什麼 是這麼多 我是支持小弟 我今天走下來支持他 不然我不會下來 當然也要下來看看 看看誰看樓南江 是這麼多 沒有話要說 說個秘密 哈哈哈哈 領會事件 很多人誤會 很多人對直經害 很多人誤會 當年我支持老婆婆 我本來是想不說的 因為昨天又有人撩起舊事 就說人家的人都不支持你 現在老婆婆都 就說 為什麼呢 因為當年你支持領會 支持他們打官司的時候 你心裡退了 所以他們一直對你有保留 是我求他下來 所以禮拜六那天才 禮拜日那天才下來 什麼什麼 我就 既然有人提了 舊陳年往事 我差點不記得 你借了機會澄清一下 我是退當年 我告訴他們為什麼要退 很多人不懂 很多人只懂得衝前 像Q仔那樣 好像開電單車 有前波沒有後波 不過現在哈利又有後波 我也說電單車有後波 是用馬達的 飛機不能退後 是這些飛機來的 飛機是向前的 所以飛機要拖的 所以我們經常要拖飛機 買個閘 當年沒有人說過今天說 我們告領會的時候 要去高等法院上訴 當年的財政司司長 這個唐英年 和馬士亨金融事務局局長 我和他開會 他大班不要搞不大鑊 你可不可以不要上訴 你不上訴 我們退遲三個月上訴 那三個月我們坐下談 我問你 你是大班 你應不答應 我就答應了 回家找婆婆去 那班人 那班人是沒有後波的 你要吞 立即不聽電話 玩失蹤 到我仇人了 那時候 最後也是我找訴 我現在才知道 原來他們生氣我生氣到今天 所以我當然說出來生氣 我又生氣錯了 我和他們幾難才談到 我退遲三個月了 他說那三個月答應我 再看那條法例 再可能有機會 他們可能騙我的 去留法會自信 我問你 你是鄭經漢 你會不會退 所以我就說 可不可以我們取消上訴 都不找他們 他們就生氣 那些笨都問了 就說你退了 接著電話都不聽 玩失蹤 這些事情 我本來不想說 也都不記得了 昨天有人跟我提起 你知道婆婆他們為何生氣你 我死了 生氣了二十年 都差不多 零五年到現在沒有二十年 零五到七年 生氣了七年 原來我現在又合冤奏庫 受了七年 有人有機會見到婆婆呢 陳建輝 你們跟婆婆說聲 麻煩你了 真的好 你又知道我想上台大班 不如這樣 大班的回應 我覺得都很清楚 反而我想邀請一下Q仔 大班不要集團去 因為如果他今天 沒有正式的回應 明天又在網上又寫一輪 然後你又下來都很麻煩 我們不下去了 對 但是我想這樣 Q仔有正式的回應 我們都不集你 然後我們討論一下 運動的未來 不如 好嗎 因為開放大器電波 復播DBC 是我們一齊的事 不如Q仔你就正式回應 好嗎 回應 回應吧 剛才大班到你 說出那些話 你有沒有回應 沒有回應 大班去坦誠講講 我可以跟他講的話 因為我其實不是怪大班 只要知道 大家都聽到 你們來之前 在座可以作證 有沒有怪大班 我完全理解他的處境 因為人家真的想整個家庭任務 那麼他考慮 他顧慮 這樣就合理 也不是為了自己 如果不是因為DBC 不會假成這樣 不會被國安黨整股這樣一個 所以我一點都不怪他 只不過我 和他站在位置不同 做的事情不同 我考慮的事情就不同 絕對不是 雖然我說 我不會和譚掌插 就知道未來他做事的時候 可能大家 那些步伐 策略不同 就是很緊 我就下去做 如果有得再搞 我會繼續搞 我都說和DBC沒有關係 現在是停勾運動 但如果真的成功 我未敷人絕食 即是五個人 變成五十 五十 變成五百 變成五千 就是一個運動 可以這樣 跟誰都沒有關係 會不會 所以我完全 我很欣賞 真的 說真的 我 畢業這麼久 基本上 我知道我的性格 其實去哪裏打工都不行 因為我唯一打工 在港大不行 被人迫走 我都說過 自傳 因為 頭部就說 喂 你這傢伙的態度 他不是administrator 來的 我知道我害了他 要做 要做港大 出賣萬利靈魂 我不行 那就要走 我做過英訊 我老友和我開的 為什麼他為利是同 結果猶為 分開 結果自己開 勇敢反特 他是第一代補習天王 這個 林三奧叫我去打工 不是我不認識他的 當劉亞強介紹他 叫我打工 就是想認識我 但我後來 因為跟林三奧意見不對 離開信報 離開信報 我真的 大家可以作證 林三奧未賣之前 我一篇稿都不寫 是信報 從來都沒有寫過稿 直到現在 離開了也不是他的 那我打工介紹 那就寫寫了 但我對林三奧都沒有意見 最近大家聽 聽電台我也說 我承認他 誰寫得好 我這個人是這樣 以事論事 就是這樣 但坦白說 真的可以做到我老闆 他可以容忍我的 大大班 這是事實 另外 我早前才來 才剛剛 雖然很私人 有個朋友 見到曾經 曾經怪責我 說我破產 他們幫過我 好像現在 忘恩負義 那不是事實 他從來幫過我 曾經 我破產之後 只有一個人幫我 就是大班 給我做 就是大班 這是事實 不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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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事實 你說大班 經常罵你 我來翻譯 幾十年的朋友 從來都沒有幫我 我不會因為人家不幫我 而人家沒有關係 你明白嗎 不是這個 我真的要好感 大班 不用 千萬不要輕制 就是這樣 真的不用說這些 所以 和太太的家庭 還有很多事都不同意 他經常吵架 都不同意 好像被你罵多一點 是的 但我不會因為這樣 全部都是 以事論事 我個人就是這樣 我不是梁振英 梁振英 我還沒看 我還沒看 不如我們的時間 都剩下很少了 大概幾分鐘 不如大班 你講一下 運動未來的展望 我真的希望 我不是開玩笑 我能夠豁出去 要求大家 真的 如果想運動成功 想運動更加乾淨 做得更乾淨 沒有人去攻擊你們 就不要說DBC DBC就是一粒種子 但那粒種子是受污染的 因為有個大班在 我要承認的 到今天為止 仍然有很多人 包括我的朋友在內 你為何要找那些人做股東 就是因為那些人 所以沒有人相信你 這當然是有問題的 所以那粒種子本身是有點污染的 所以大家要做這件事 是爭取自己的言論自好 這個和你爭取 不要被小朋友洗腦完全一樣 都是意識形態來的 如果香港沒有一個電台 沒有一個媒體 是可以說真話的 以後你打開手機 你打開報紙 就看到這些全部是假的 那你為何教這些小朋友呢 我看不到另一件事 是更加高層次的 因為傳媒對影響 我相信比國民教育的影響大很多 如果大家不珍惜自己的言論自由 這也是香港的所謂核心價值 也是一國兩制其中一樣 最重要的元素 對不起 香港玩完了 那天誰說 DBC is dying 那天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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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一件事 你們去爭取言論自由 我鄭兴涵 撇開DBC 解決了DBC問題 甚麼是解決 撿一顆之後 我可以撐你們 我就可以站在道德高地 但這些人都會說 他被人撿鬼了 現在當然要出來拆言論自由 所以我跟阿輝說 我可以站後一點 不需要我站在前面 不過不要經常叫我絕色 一次的 不需要經常做一次 你要選最適合的時候 當然是結婚一樣 你選最適合的時候 你才會結婚的 你不可以 是有絕食 不是有絕食 像牛那樣絕食勇士 大哥 不是最適合的隊長 越吃就越肥 是有絕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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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廣官條例的非理 我以為你們非法廣播 大哥 不要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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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剩下幾分鐘 我們都是義工 其實大家可以繼續聽 但我們以主辦人身分的責任 要再說 你不需要兇我 我才是主場 我怎麼敢兇你呢 我怎麼敢兇你呢 我不是 我怕你多些 Q仔 你有沒有剩下幾分鐘 不如你再總結一下 既然大家都坦誠傷 我覺得今晚真的很難得 你真的不行 因為人少 人都是說不到真話 人都是這樣說 你也希望人多 好過人少 也不是的 你這個死事 可以這麼說 壓過夠的 Q仔 我覺得是一件不好事 就是事在人為 說真的 其實星期間那時候 都很失望 我都不能教 所以大群叫我 我說我便不能教 因為這80歲 都不相信 你都不落答 我都不肯回去 但現在來說 是事在人為 我是願意教 我跟何志斌這樣說 大群說得很清楚 大群 step back 我們去做 無所謂 好 謝謝鼓掌你們 可否再重新一次 你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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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你當你當不知道 陳奕輝 你 告訴你 那群人聽 不是 不是 就是 因為我覺得 因為 就是 其實 剛才我記得 上一回合的討論 有一位朋友就說 這個運動是不可能發展到 反國教的地步 十萬 二十萬 等等 但其實我自己覺得不是 因為 其實反國教 最初都沒有人知道 它會發展到那個地步 大家一定要記得一件事 最初 黃之鋒現在就是 是人都認識 但其實 他們最初那幾個月 是沒有人認識 如果大家有參加 過去一年的 所有社會運動的集會 黃之鋒和林朗賢 出來說 是沒有人理會 不會的 掌聲不會有的 是那個運動的後期慢慢累積 那個議題慢慢清楚 接著開始 每一個人都覺得 國教是一個問題 廢哥我想說一句 有沒有適合你 我經常想關咪 哈哈 哈哈 我 我 講話有些對 有些不對 我不可以完全說他不對 又不可以完全說他對 所以這個是最尷尬的地方 他說我沒有信念 收回來 不是…我不介意 他說我對群眾沒有信心 其實我的意思是怎樣 我是有理由的 我說我不用拼搏 我說不怪你 我不介意 也說你一半對 一半不對 我其實… 為何對群眾沒有信心 2004年 我和黃毓民被人封咪 有問你過 最近… 不知心被人封咪 有問你過 民間電堂不是說要理你嗎 對 我現在說群眾 你不要說民間電堂 不要經常拿自己招牌出來 我… 我也死了 即是沒有差用 DBC倒閉 我同意他們說的 他們怪的地方也是我同意的地方 是放長煙花而已 香港人又會… 不覺得的 是直到一天 當你突然發現 咦? 我原來沒有言論的自由的時候 對不起 Too late 我只可以這樣說 靜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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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靜媒就買個菠蘿包 都買不到 但其實我不敢灰 大班 即是譬如今次… 我看你 今次有誰 我想問大家 有沒有人猜到 會有幾萬人出來證總 因為一個電台 是不是 即是很… 即是沒有想過 如果大班說得對 如果用2004年來比 2004年是… 有沒有過千人 在維園做過晚會 那個規模 即是我覺得… 因為我走路去 不是 其實我現在真的要解釋一下 今次說大班沒有信念 就是這件事 他可以說我很天真 但始終我是相信群眾 大班就不相信群眾 我只會這樣說 因為他們失望 我會說你沒有信念 其實這是一個意義 我一次一次失望 你沒試過 我沒有七次米 大班其實你可以… 所以我批容 我不是說批容你的人 不要相信 在這一點之上 你是不相信 對 你只是在這個運動上 沒有信念 你只留了兩個字 不然是吃兩個字 大班其實不止 你可以繼續對你這個DBC 沒有信念 但是… 你聲援… 我聽到沒有人 你聲援… 我聽到沒有人 你聲援… 我聽到沒有人 你聲援樓南光 聲援阿猴也好 不如這樣吧 借你的口 呼籲群眾 多點下來 每晚撐阿劉南光 撐阿猴好不好 好… 如果你們不進行非法廣播 慢慢下來 去米女特技 你瘋了… 你瘋了… 我不是說飛人 就下來的 我真的… 我覺得大班 如果大家有上網看 大班已經瘋了 但我想回到大班 問那個問題 如果你真的從2004年相比 這次真是大好時機 反過來 你是沒有想像到 在香港一個電台 即是以往那些聽眾 譬如2004年 兩支咪封了 憤怒了一陣子 就沒有一件事 但這次你是說 有幾萬人連續三天 慢慢累積下去的一件事 來這個群眾的集會 交個球給你 哈哈哈哈 交個球給你 但是呢 我想說 我也可以正經一點 去分析這個問題 謝謝 譬如 為何有這個分別呢 舉個例子 因為譬如 吳志森 又或者 2004年的時候 我們還沒經歷反國教的運動 對吧 大家對佔領這個廣場 不熟悉的 但是現在 譬如今晚 那樣 根本的宣傳是極度貴乏 但是也有這麼多人 陳記輝 你再說遠一點 即是我們搞反高鐵 反政改都好 其實大家都沒有遇到這麼多人 不好意思 多謝你 其實大班 你不需要這麼妄自負起 因為其實 功勞也不等於完全理 有這麼多人 因為其實 我們搞運動 有80後的崛起 有反高鐵 有反靜改 其實我們已經將人數 已經越來越穩定 所以 這一刻 當然我們說 聲援DBC 爭取DBC復活 但其實我們期望 這裡佔領的人數越多 我們不單止說要DBC復活 我們要反國教 或者我們要爭取更大的訴求 我們要梁振英 要怎樣 我們可以更加說大聲 所以我覺得 不要妄自負 也都 真的 但是 學一下Q仔所說 不要對群眾不信任 風水龍嚇你十幾班年 出你今天 沒有DBC了 這裡又沒有人了 第二個運動 就有別的人了 可不可以說一下 星期五會是怎樣的 星期五好像是十點半 我不記得 我再提 九點半 我再提 九點半 通訊事務委員會 就會召開一個 事務委員會的會議 但不是一個公庭會 有兩種 我當國主席 他是邀請了所謂持份者出席 邀請了我們公司 這些我都說得 包括我 何國輝 你說甚麼 有名 有名 我以為昨天跌倒來了 我就衝下去了 少人都來 何國輝 我 黃楚彪 李國章 是邀請他們的 但這不是特權 所以邀請 是可以不來的 另外 亦都叫我們公會 不是公會 我們沒有公會 叫一個公方的代表 即是勞方代表 我們就找了李錦雄 李錦雄在這裡 代表 另外 他邀請了蘇錦良 是這樣的會議 但可以有旁定席 但有些民主派議員 你知道民主派議員是廢的 他說會在會議上提出兩件事 一會 成立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 一個特權委員會 當然 建制派已經說了反對 也不用想 就算在那裡通過也沒用 還要回到內會 再去大會 所以是客人 第二個 也有民主派議員說 會提出開一個公聽會 那個我就認為有機會通過 公聽會是甚麼意思呢 就是所有團體 雲間電台 港台 什麼台 物台 包括你們作為DBC聽眾 或者支持DBC運動的委員行動 或者自己整幾個出來都可以 但你記得23條的時候 有瘦豬肉委員會 有肥豬肉委員會 那你也可以整兩個 你可以整個 你甚麼委員會 你只要去報名 就先到先得 立法會那裡 就會讓團體去 去到之後 主席決定 黃英文決定 每個人可以發言幾多分鐘 這個我相信會有 就是這樣 星期五 如果大家支持這個運動 我們可以做事 就是 現在這裡有民間電台 金英 你有四十多年 是嗎 是 沒錯 程典輝 就是八不十後 我們其實 星期五可以在這裡搞集會 是 在這裡搞集會 就支持這件事 是 星期四晚 我們就搞大型集會 然後到星期五的早上 我們繼續支持 但是有一個考察論問題 為什麼呢 如果你想知道 星期四過夜到星期五 你要照顧很多人上班 突然要上班 所以你搞不要緊 但不要叫別人 當然如果你有學聯繫 有年輕人 繼續參加 當然沒有問題 是不是 所以應該 其實 你回來集中精力 在星期 即是那天 你回來撐夠 有幾千人 這樣就像樣 對不對 黃哥我想說多一句 你來回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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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轉播 我只聽了一句 別經常轉播 你來考慮 你來考慮 我想說一件事 星期五就不要搞你 為什麼呢 你會嚇怕了 有些人不想說 因為他講話而避開 別人不肯來講話 我們是用這個二重音 來轉播 不如這樣 因為我們有個安排 最新安排 我也不怕說 因為 都知道有很多網台 或者有很多參加者 就是想上來講話 或者支持我們 我們已經 民間電台 將七點至八點 其實已經變成一個 跟阿華TV的轉接期 就是沒有開FM的 所以已經有很多網台的朋友 已經報了名 所以很希望 其他團體的人知道的 繼續參與我們這個運動 我想這裡澄清一件事 阿牛是有勇無謀的人 其實阿劉南光 每天都有很多醫生來探 很多醫護人員 阿牛是好心做壞事 什麼是好心做壞事 所以有勇無謀是很大的網 他昨天看到高詠文 他抓高詠文去看劉南光 就被高詠文抽了水 這些不要搞阿牛 你不要抑這個高詠文 我告訴你 不是高詠文去探劉南光 是假的 你問阿牛 阿牛 抓他進去看他阿牛 接著就看他進去 但是現在上網 上報紙阿哥 在賺高詠文阿大哥 你不要給好牌人上 不是我說你 我就問你高詠文給他多少錢你 哈哈 講一下而已 大家還有沒有話說 不如到最後 不如下來了 我們事後可以說 可能搞個大聯盟 我們真是做事 所以我現在講一下說 我們會用這個大聯盟 邀請人網的台主阿蕭玲 給我一點掌聲 大巴士 哈哈哈哈 如果我們真是撐人民自由 我希望阿蕭三可以出席 好 到最後呼籲 我們現在每晚 由5點至7點下 TV 還有7點至10點 我們民間電堂 都會繼續接力公民廣場 所以我希望各位有時間 可以上Facebook 或者一些forum 或者用電話都好 叫多些朋友 呼喚朋友 下來撐場 撐DBC 也都撐大家的言論自由 大家說好不好 好 好 其實我們已經過了時間了 都要給義工休息一下 多謝各位 多謝各位參與今次晚會的人士 我希望大家 叫多些朋友 亦都可以關心一下絕食的朋友 雲大英雄花色友情